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梅视角,我是韩梅 今天是2022年2月2日,星期三 这个视频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冬奥会 接下来几天呢,可能我都会来跟大家聊奥运会的话题比较多一些 不能保证每天都有一个视频来聊这个冬奥会吧 但是呢,会比较多一些吧 应该是几乎每一天吧 就看,每一天看看是不是有趣的话题 今天的这个话题呢,首先我就是想说一下 有的网友就说呢,这个冬奥会啊,在北京举办 好像中国呢,就把这个资源给北京的太多了 一个冬奥会不应该是在东北举办吗 其实这个奥运会的申办呀,都是按城市的,不是按国家的 在以前的时候呢,哈尔滨曾经申请过奥林匹克的冬奥会的 但是呢,申请的时候就没有选上 所以呢,没有成功 那上一次呢,北京在申请的时候呢 哈尔滨也曾经考虑过 但是呢,就觉得说,2018年的冬奥会是在韩国的平昌举行 那2022年4年以后,再次在亚洲的这种可能性就觉得不太大 所以呢,哈尔滨就没有申请 但是呢,北京去申请了 当时在讨论这个冬奥会给谁的时候呢 确确实实也有一个比较呼声 比较低的就是亚洲 就是因为上一届的时候就是在亚洲,是在韩国 那4年之后呢,再次给亚洲就觉得说 亚洲的太密集了 但是呢,当时亚洲的申请国家 一个是包括中国的北京 还有一个呢,就是哈萨克斯坦 当时亚洲呢,基本上就这两个国家 然后其他的呢,都是一些欧洲的和其他的地区的 那中国为什么获得了举办权呢 就是因为当时就传出来 在上一届举办这个冬奥会的时候呢 它的举办成本,承办成本太高了 非常的高 让人们就觉得说呢 举办的这个冬奥会啊 一个是承受不起 再又是呢,觉得好像不划算 这个奥运会的举办成本高啊 这个确确实实 让很多国家呢,就望而却步 比如说夏季的奥运会 现在好像申办的国家就很少 不是说今年国际奥委会 还想让中国来申办 下一届的夏季奥运会嘛 然后中国就不同意 中国又说我们北京上一次已经申办过了 然后呢,国际奥委会说 那你们上海还没办呢 那你们的深圳还没办 你们的广州还没办呢 你们有实力的城市还有好几个呢 但是呢,中国都没有申办 这次能够申办这个冬奥会呢 正向习近平说的 不光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 冰天雪地呢,也是金山银山 中国就想推动这个冰雪运动 推动冰雪经济 所以呢,中国就申办了这一次的冬奥会 那我刚才已经说了哈 本来申办的时候呢 呼声不是很高 就是因为在亚洲 连续两届都在亚洲 有一点呢,太密集了 但是呢,就出现了 传出来说冬奥会的举办成本太高 那欧洲的国家呢 还有其他国家 哗啦哗啦啦 他们都撤了 到最后呢,就剩了北京 和哈萨克斯坦 我不记得哈萨克斯坦是哪一个城市 反正就哈萨克斯坦 这两个国家 那到最后在投票的时候呢 中国就以微弱的优势 好像也就两票吧 还是顶多是四票 不是44票对40票 就是44票对42票 险胜 那当时哈萨克斯坦呢 还有点不服气 就觉得这个投票好像是计票啊 有点问题 当时是挺不服气的 但是呢,就在前不久 在这个冬奥会举办的前不久 哈萨克斯坦发生了这种动暴乱 发生了这个颜色革命啊 那哈萨克斯坦呢 现在就觉得说 还得亏我们没有申办成功 不然的话呢 这个举办冬奥会也够呛 好,现在呢 北京就来承办这个 现在北京呢 想办法就来降低这个冬奥会的成本 据说呢 据说呢 现在是很成功的 北京非常成功的 就把这个经费降下来很多很多 你比如说 那这个冰湖比赛呢 它就是在水利坊里面 它就好像是把一个游泳池就给它改成了这种冰湖的赛道 冰湖 我在之前跟大家介绍过 我跟大家还讲过我身边的一个故事 就是我办公室的有一个女孩穷人家的孩子 但是呢 长得挺好的 有一次我就问她说 我说像你这样的条件啊 可能会通过婚姻能够改变你的命运 她说是啊 我一直都是虽然说挺辛苦的 我还兼职就在一个冰湖俱乐部在那工作 因为冰湖这种运动呢 就是一个富人的运动 她说我在那呢 还兼职在那工作 就是希望能够吊上一个金龟去 那冰湖这种运动 据说现在呢 让中国一打造呢 有望成为一个平民运动 好就是这个冰湖运动了 中国现在呢开门红 在第一轮比赛当中 中国的这个男女混合的组合呢 就战胜了瑞士 大家可能说了战胜瑞士 有什么了不起的吗 哎了不起啊 因为瑞士在上一届的平昌冬奥会当中 瑞士的这个组合他们得了银牌的 所以说在第一轮里面 中国的这个组合就把上一届的银牌给击败了 你想想 你说他前景是不是就很好呢 是不是把银牌打下去了 他就很有可能得银牌呀 如果说他们表现的好的话 把握的好的话 很有可能再把去年的金牌要打败的话 你说是不是就是金牌的呢 但是呢习近平说了 习近平说我们这一届这个冬奥会啊 我们不需求说拿多少奖牌 拿多少金牌 我们主要就是推动我们的冰雪运动和冰雪经济 那中国推动这个冰雪经济呢 也是非常的有成果的 我前面有跟大家说了 推动冰雪运动就更有成果了 这几年以来呢我们不断的看到 中国就有一些真人秀里面 他在里面呢就掺插进来了 一些冰雪运动 一些冰雪活动 是不是 反正冰雪运动呢 现在在中国 已经开展的就很好了 就是在四川那个地方呢 他们都连续四年都搞这个滑雪节 搞这个冰雪节 搞的特别的好 那我在这呢还想说一下哈 我上一回那个视频里面 我就是说四川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比较温暖的一个地区 然后他都来搞这个冰雪运动可见 就冰雪运动在中国多么的普及 有的网友跟我说呢 他说其实四川呢 有的地方还是蛮寒冷的 他那个接近西藏的那个地方呢 其实挺寒冷的 他有的那个山上的雪 都有可能常见不化的呢 他是这样的啊 所以呢 跟大家稍微的解释一下 好 这是这个冰湖比赛 中国是首战告解 然后呢 还有这个花样滑冰 花样滑冰呢 中国的一个男女组合 那个组合呢 也是表现优异 那说到花样滑冰呢 还有这个杰克一个20岁的一个小姑娘 她也是花样滑冰的 这个小姑娘呢 她到了北京这个奥运村以后啊 她对什么都看到就觉得非常的新奇 然后呢她还专门就跟我一样 到YouTube上面呢 开一个频道 每一天就来直播 在中国冬奥村里面的一些情况 一些见闻 现在呢这个小姑娘 她都成了一个网红了 每一天呢都在她的频道里面 来晒冬奥村的一些见闻 比如说呢她会晒 就运动员一到了冬奥村以后呢 然后他们冬奥村的运行团队 会给他们每个运动员就送一个见面礼 这个见面礼呢 就是一个双肩杯的一个包 这个包呢上面都有这个冬奥会的logo啊 吉祥物啊 反正装饰的很好看 设计的很高雅又好看 然后呢这个小姑娘 她拿到这个以后呢 就在她的那个频道里面就晒嘛 那这个小包除了这个包以外 这个包里面呢 就还有中国在事先的时候 就在全国征集 让大家发挥这个画画的才能 不管是谁 然后你都可以以冬奥会为主题 来进行画画 好像也不是光以这个冬奥会为主题 就是画什么都行 画完了以后呢就可以投稿 那这些稿件呢 都被中国的冬奥会的组织方呢 就把他们收集起来 作为礼物 这个大礼包 这个欢迎礼包里面 就有每个包里面给两幅中国画 然后呢 因为要过年了嘛 还给他们里面装有一对春联 然后一个福字 还有一个纸质的一个小灯笼 就是他们这个礼包里面的礼品 前一段时间呢 我看到有的人说呀 说中国政府呢非常的豪爽 说是呢 送给国外运动员这个大礼包里面呢 其中包括一个5000多人民币的一个高档手机 我看到好多的地方都说这个大礼包的时候 没有看到里面有手机 其实都是一些小礼物 没有很贵重的 5000多元的那么贵的手机 每个人送他们一个啊 我觉得不可能 你要抽奖的形式 一等奖送一个 那还没准 但是呢没有啊 没有 我没有看到有这回事 那这个小姑娘呢 在过年的时候 她们又得到了一个礼物 这个礼物呢 是一个春节礼盒 是一个纸壳味包装的这么一个礼盒 然后这礼盒呢 也设计的非常漂亮 这里面呢就有一些年货 好像有春卷啊 有饺子啊 还有什么 反正比较新鲜的 比较新奇的 包装非常精美的 然后这些运动员呢 比如说这个杰克的20岁的 这个小姑娘 她就很稀罕 就在她的频道里面呢 就晒 完了以后呢 她又收到了一个礼物 这个礼物呢 就是 大家就知道 那个冰敦敦雪茸茸吗 是这个冬奥会的吉祥物啊 然后她就收到了 冰敦敦雪茸茸的这个钥匙链 钥匙链其实也不小呢 就可以挂的 它那个包上的那种 带个链 带个卡扣的那种 可以挂上的 很精美的礼物 然后小姑娘呢 也很高兴 昨天呢 她最高兴的就是 她说她激动的都哭了 她又得到了一个什么呢 她又得到了冰敦敦的那个玩偶 说是呢 中型大小的一个玩偶 哎 确实看起来呢 好像得有这么大 那个玩偶 然后昨天晚上她睡觉的时候呢 她就晒出来 她跟着睡觉 那个冰敦敦就放在她们脑袋上 她还说她收到这个呢 都激动了 都要哭了 好像还没哭 就是要哭了 她现在就说了 她等着下一个礼物 下一个礼物呢 是一个大号的这个冰敦敦 那个冰敦敦呢 是以这个熊猫为原型的 那么一个吉祥物 很可爱 确实是非常可爱 那个雪茸茸也很可爱 可能是因为冰敦敦呢 她就是一个熊猫 而雪茸茸呢 她就是一个虚构的 所以呢 看来这个冰敦敦呢 好像比雪茸茸更受宠 这是捷克呀 大家知道不知道 捷克这个国家呢 他们那些政客是挺反华的 前一段时间 他们还在立陶宛之后呢 组织议员到台湾去访问 大家记得吗 但是呢看来 她这个运动员呀 还有他们国内的民众啊 并没有受他们太大的影响 然后呢我都跟大家说了哈 就是在围绕着北京的冬奥会 有很多的记者 就晒在北京冬奥会上的见闻 有很多的这个运动员 就晒在北京冬奥会的见闻 那我刚才说了捷克 之前我还说了有记者 对吧 就有一个记者 他就拍那个无人餐厅 他那个视频呢 在网上非常火 被各个国家的转载 因为很新鲜嘛 今天我看到说呢 就又有一些记者 在新闻中心的无人餐厅 在那围观 我不知道这个无人餐厅 我从那个视频上看 怎么和上一次那个记者晒的那个无人餐厅 好像不太一样 这一回呢 又有在新闻中心那些记者 就在那围观这个无人餐厅 反正总之呢 这个新鲜的东西呢 就让他们非常的开眼 还有一个加拿大的运动员 他也在网上就晒 他晒什么呢 他就晒他的那个运动服 他那个运动服上面 他设计呢 就在肩膀这个地方 有一个老虎 现在中国是这个虎年嘛 今年这个虎年呢 好像在全世界是非常的讨喜 全世界呢都在说这个虎年 都在谈论这个虎年 这也是中国呢 影响力越来越大 在全世界影响力越来越大 今年的这个虎年呢 哎呀 好像是全世界都知道 今年是中国的这个虎年 那韩国今年呢 又掀起来了一个说呢 这个新年呢 不提中国这两个字 因为呢 他是东亚的这些国家呢 都过这个新年 所以他不是中国的 那美国呢 就配合这个韩国 就指不定啊 这个事呢 是不是美国股东韩国 来搞的这个事 还是说呢 美国就专门盯着这个 反正所有的对中国不利的呢 他都积极的参与和推动 反正是呢 美国的拜登今年 就没有给习近平打电话拜年 这是其一 也没有出视频拜年 这是其二 其三呢 就是这个布林肯 然后出来拜年 但是呢 中国两个字呢 一个字都不提 一个字都不提 没所谓啊 没所谓啊 如果说全世界到了这一天 在中国这个新年的时候呢 在中国春节的时候 全世界呢 都来过这个新年 不提中国就不提中国 也没所谓啊 对不对 但是呢 有一点挺讨厌的 现在呢 据说是 越南 有韩国吗 还有日本吗 还是哪个国家 昨天我看到网友留言 说是有两个国家啊 现在又想重新恢复这个汉字 并且提出来说呢 这个汉字也不是中国的 其实呢 这个也无所谓 我认为也无所谓 今天早上呢 有一个网友 长期跟我联系的一个网友 他就说 他说这东西真的是无所谓 你要全世界爱过这春节到点 大家全世界都过这春节 然后不提中国就不提中国了 大家一块过呗 对吧 那圣诞节不是也没提哪个国家的吗 对不对 基督教也没提哪个国家 大家愿意过全世界都过都可以 不提中国就不提吧 然后呢 现在这个汉字这个事情 如果说这个汉字也不提中国 我们应该在意还是不在意啊 大家觉得我们应该在意还是不在意啊 我一方面我就觉得好像也可以不在意啊 你愿意大家都说中文就说吧 都说普通话就都说吧 都写中文就都写吧 对吧 全世界如果都说中文了 那你说吧 不提中国就不提中国吧 是不是可以吗 大家可以留言 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好 关于这个冬奥会呢 我基本上就这么多比较有趣的事情 跟大家讨论一下 毕竟这冬奥会还没有开幕呢 还没有开幕 只有个别的项目已经开始比赛了 另外再补充一下 前两天我就说了哈 有一个也不知道是记者还是运动员 就晒那个在冬奥村的那个床 说那个床呢就特别的智能 有遥控器 是那种记忆型的材料 还有呢就是可以升降的 可以调整角度的 然后呢有网友就给我补充说呢 那个床那个智能其他的功能呢 还有一些呢 现在我有点忘了 我能记着的好像就是说 还有一个叫醒的功能 叫醒的功能呢 不知道是怎样的一个功能 到了早晨他该醒了 可能抖了抖了他 把床升起来或者怎么样 总之一句话呢 这个床呢是非常智能的 总之一句话呢 就是冬奥村的 中国的这个冬奥会呢 就体现的有很多的高科技黑科技 好关于冬奥会呢 今天我这个视频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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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